第七课 歌 磕 喝 今天我们要学 歌 磕 喝 这三个生母我们叫舌根音 也就是说发音的时候要用到舌根 你们知道舌根在哪里吗 舌根里面 不对 老师是不是在那边 都不对 来看 假设这是舌头 这是舌尖 舌根就在舌头的尾部 靠近喉咙的地方 哦 好 都弄清楚了 现在让我们学第一个舌根音声母 歌 先跟着我念 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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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唱歌的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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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唱歌的歌 接着要学的蛇跟音声母是 咳 发音就像蝌蚪的咳 记住念声母的时候 声音要轻一些 短一些 来跟着我念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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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卡车的卡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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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快的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蛇跟音声母 呼 咳 更正常我们来讲一讲一句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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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老师要教你们三拼连读 三拼连读呢 就是从生母开始发音 加上戒音 再连孕母连读成一个音节 这中间一定有个戒音 老师,什么是戒音呢 戒音就是戒于生母和孕母之间的一个音 那就是依 这里有两个例子,大家看看 这里的戒音就是乌 当我们念戒音的时候 都要念得稍微重一些 来,大家跟我念一遍 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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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无阿刮 刮刮刮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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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在结束这课之前 老师有两个词组要考考大家 来看看 第一个词组 谁可以告诉我 那是什么 老师 孤苦就是生活穷苦 没有依靠的意思 第二题呢 合格就是合标准的意思 你们都合格了